很多人认为对于关于台积电太过度的拥有全世界的市场 而且整体的占有全球的市场高达51.7% 太危险 必须要去美国设厂 这件事情可能是Intel有说的 但无论实情是什么 全世界的供应链都在重组 而且都从每一个国家创造出他们想象中的战略风险 其实是为了企业的好处 或者是自己国家的经济保护主义而设局 供应链在重组的过程当中 台湾最近又被攻击了第二个 和台积电有一点关联 可是不是台积电 而是全球半导体的设计公司 最新在好几个不同的经济期刊里头 都跑出类似的批评 这个批评就是太危险了 风险太高了 因为有台海战争的可能性 既然会有乌克兰的战争 就会有台海的战争 在台海的战争里头 中国会学到什么 美国会学到什么 台湾从乌克兰的战争里头会学到什么 所以大家在讨论这个议题里头 马上就转向一个下一个议题 说除了台积电之外 还有十大半导体设计公司 居然有四家都在台湾 这在全世界风险太高 我们来看他写出来的 高通 辉达 博通 这通通都不在台湾 第一个排第四的是联发科 排第六的是联用科技 排第八的是瑞誉 排第十的是奇景光电 被全部点名出来 而这种游说工作 某一个程度意思就是说 如果美国您还有公司 其他跟美国盟友有关的 叫做友邦供应链 只是这一次拜登出来 他在谈整个印太框架里头 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概念说 我们仍然支持全球化 仍然支持企业追求最大的利润 但是你要注意 这些地缘政治的风险 你可能会断裂 所以你要做的叫做友邦供应链 那台湾算不算他们的友邦呢 当然是 但是如果台湾被中国拿走的话 台湾就不是了 所以你要友邦供应链 所以可能有一天对他们而言 三星的风险比台积电小 只是台积的技术含量比它高太多 不可取代 而这几个设计公司 该不该转单给台湾 还是转单给其他友邦供应链呢 这变成一个到底是战略 还是商务的游说 在过去我们的很多次经验里头 其实会发现 美国有很多企业 他们会进行dark money 也就是跟国会里头的游说 国家政府部门的游说 而对于这种dark money 我们称为叫黑金正 这个跟台湾黑金正是不同 他进行这种游说的目的 是让自己的企业可以获得 不是正常的企业经营之下 可以获得利润 而他高举的方法就是 国家主义 国家安全 然后把自己原来在市场上 输给其他人的经济竞争力 再用这种方法 把他的利润给拉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